112年花蓮市市长辈足球锦标赛 从20号起一连两天 在国福运动园区足球场胜大举行 而这一次共计有56队将近500多人报名参赛 而比赛结果出炉 为去年曾夺得两项冠军的北浦国小未免成功 小小朋友们不为风雨在球场中奔驰 展现团队精神拼命地要将球送进球门 112年花蓮市市长辈足球锦标赛 从20号起一连两天在国福运动公园足球场胜大举行 参赛队伍包括幼儿组U6 国小组U8 U10 U12 共计有56队将近500人报名参赛 今天办理市长辈 那今天很开心 我们全县的孩子都有到我们的国福的这个运动足球场 来这边一起来踢足球 那其实真的很开心 刚刚跟小朋友在互动 小朋友说要拿一个冠军给我 我说不用 我说你只要踢得好 我们都很欣慰 那其实站在地方政府的立场 花蓮市公所的立场 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尽情的推广运动 我们打造一些更有好的场域 让孩子们都能够享受比赛 在成长的过程 然后在体育的各个单项 我们都希望他们都拥有好成绩 那未来我也会持续的办理一些 市长辈跟其他各单项的一些活动 我都会全力的来支持我们体育 那今天有400多位的孩子 那我们希望他们都能获得家机 虽然下着小小的细雨 但是他们战斗力还是十足 由于足球运动年龄层下降 且五人制的赛事在国内相当盛行 亲子参与也非常踊跃 更受家长的欢迎 因此今年的市长辈特地规划 U6幼儿组的赛事 开放让幼儿园的小朋友参加 而这次的比赛结果也出炉 为去年曾夺两项冠军的 北浦国小未免成功 在U8混合组 U10混合组 及U12男生组 分别抢下冠军宝座 表现相当亮眼 记者徐立琴 欢联系报导